这个生命啊这个真的是 我们知道是神的心意 是要叫我们 是要与我们合一的 这真的是一个奥秘 这个皆知的生命呢 我们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好像熟悉说 主是葡萄树我们是知子 但是呢 这个本身呢 这也是真的是一个奥秘 那很多我们需要来看见 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活出 那刚刚爱琴姊妹讲到这个见证这个开车的事情 我自己有点心力在开车的上面 那我们住到Albany 常常能去的地方大部分都在Berkeley 那Albany到Berkeley 其实有很多种走开车的方法 大路小路各自一样的路 那Janet呢 常常喜欢跟我讲说要走哪一条路 我常常就没有跟他 就走没有走他跟我讲的路 他就跟我讲说 我每次跟你讲什么路 你就走另外一条路 实在是没有救了 那我知道说我们 我跟他在这个 估计生活这也是很长时间 算是最亲密的人 但连在这种小事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不容易 不容易同性合一 因为我的 他就说他永远没办法改变我 那 我就是一个这个生命 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们两个生命是没有办法就是在一起的 那 主啊 我就觉得 读了这一天我就觉得主真的是奇妙 阿们 他真的是 真的是把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要怎么样把它做到我们里面来啊 就罗马书里面起诉出来 他就说要做一个皆知的生活 皆知的生命 他呢 他自己来把他 他这个一个神圣 一个创造的生命 我们一个受造的生命 他是一个神圣的生命 我们一个属人的生命 更是不能 更是不容易啦 对不对 不可能的 但是呢 他就来把他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把他自己经过十字架 然后切割 把他自己受死 然后切割 然后我们呢 就能够 他做了这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工作 那我们呢 只要来简单的信来 信来悔改 来接受他 刚刚Michael讲说 Deave a grafted life 对不对 他不是do a grafted life 是叫什么活啊 还有看过一个枝子是自己跑到外面去找营养的啊 没有啊 去外面寻求食物的 没有啊 他只是从这个树里面来接受啊 对啊 接受这个生命啊 对啊 所以我们我们基督的生活就是要来这样子来接受 就是来敞开 像这个福导树 像这个主的生命来敞开 来接受他 然后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来生机的变化我们 对啊 没有这种方法 是的 不然我们天然的人在一起是没有判断的 是的 所以需要主这样的一个生命来生机的来变化我们 就像最后保罗讲说 今天活的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讯息呢 鼓励大家我们一同来 一同来接受主的这样生机的变化 阿们 我们可不可以休息一下 等下有跟这个有第三堂这个神圣罗曼史 阿们 十一点半 十一点半 对 可以七早五分钟回应 阿们